一直想让我父母到市里边 我租的一个平房 平房又没有水 房间不太好 对 没有水 没有卫生间 没有暖气都没有 他就三番五次给我打电话 要让他们走 是直接说明是让你父母过去 他给出的原因或者说理由是什么 我爸坐在坐沙发 或者躺在沙发上的姿势 不雅了是怎么样 然后是影响到他爸的那个坐了 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 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 是这样的 我公公和我婆婆 是在太原和我们一起生活 都十多年了 最后因为我公公病重 就要回去了 以前他们就住在那个平房里 对 东西还在哪里 他说上来拿点东西 手边 爸子住约了 太可怕 那就是老公说的 就不是我骑出来 就是我后来骑 也是正常的老公说 多女士 您有没有在电话里跟苏先生提过 你爸爸什么什么举动不好 我们在这里不行 这种话有说过吗 说过 我当时不是也病的 确实是心里面 我爸来了又加重我的病了 真的说 真正就有五天晚上 就五天家去 五天晚上 可能没有五个小时睡着 您是觉得人太多了 这个生活挺乱的 是吗 对 我的病情可能 其实现在想起来 让我公公婆婆和我爸 和我 中宫我们四个人住的话 我还又不带会做饭 我婆婆做少饭 我觉得太好了 可是那个时候的你身体状态 心理状态 你觉得不好 对 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但是说 我认为 不足以说 构成 必须离开的那个程度 那你觉得在你心里 她为什么要这么提呢 自私吧 你爸刚从医院回来 到了家里边 我不能说是我出了多大的力 尽了多大的笑 我至少可以 在这说 我 面子上做得完全可以过得去 你的意思是 至少要看在 我怎么对待你父亲的份上 也看一看 你要怎么对待我父亲 是的 在第二天 我妈 当时私下就总的跟我说了 你看 家里也不太大 人也挺多 要不我和你